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除了王丽晴,其他的人对他确实有点避而不及 久而久之,古代衙门也因为特殊的百年的背景 还有这个迷一样的女人钟燕成了一个所谓的神秘之地 咱们还是别去了吧 这里边阴气太重了 我可告诉你啊,这时候那女的正在脱衣服洗澡 想不想看啊 我 可是我奶奶说,这里以前死过很多人呢 我怕,有我在,怕什么呀 走走走走 奶奶奶说 她是一个特别不吉利的女人 而且,而且特别是她的眼睛 看了就特邪气 休息ечet 下山 长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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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子 怎么没看见他人呢 竹子 救命啊 太胆小了 快点笑得还要吐死了 咱回家去 爱你的心上 需要的飞翔 就你事多 快点 儿子 爸 爸 爸 你来啦 谁害了你呢 爸 儿子 你来啦 儿子 爸 爸 爸 你不挣 你不挣 你也别挣 你不挣 你别挣 我 阿姨,我早就跟他说过,你是个害人家,你不让他给你好,那就是你,现在好,那他必须毁在你的手上了,你个害人家,阿姨,你胡说什么呀,阿姨,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已经跟伟长分手了。 老大太,您别激动,出过半天,您的儿子是自杀。 什么?自杀? 阿姨,阿姨,阿姨,你为什么这样子? 我心里很不想到你害人家,你居然可以为他去。 妈。 小二,我告诉你,你一定要不跟你哥帮忙,你就不是我的儿子。 你干什么呀 你不要吵你 我告诉你 你们几个冲了人 都欺负一个乱女子 你们要开始 我对你们不开始 咱们走呀 你死在池塘里带 正是钟燕的未婚夫汪伟祥 这件事情的发生 在此在整个镇上炸开了锅 大家更加相信 钟燕是个不祥的女人 也更加对她 充满了防备之心 店家 你这几天先住我家堕了 别听那些人瞎说 不用了 雅儿 你说 为什么伪强她就 你们俩到底 因为什么事分手 燕子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总之我不能没有你 我受够了 我真的受够了 那是我妈她没文化 别人说什么她都谢 可我不谢你 我就要跟你在一起 伪强 我们分手吧 我是认真的 我发誓了 我要是不能娶你 我就去死 燕子 你怎么突然回来的 快请我坐 姐 这不是暑假要实习了吗 我就在镇上文化馆 找到实验工作 这不挺好的吗 但你回来怎么说一事啊 我不是一样给你个惊喜吗 刚才那个是谁啊 钟燕啊 你不认识了 我最好的朋友 就是以前 今天上我们家来玩的那个 是啊 她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别人的事 你少管 晚上吃什么 姐给你做 吃什么都行 我待会儿 我还有去镇上报道呢 来来来 先擦把脸 姐给你准备准备啊 老林 猪拍展啊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小涛 到我们这实习的 小涛啊 这是我们租客长 租客长你好 你就是王小涛啊 你可是我们馆长 亲自去学校里面挖的人才 不错啊 小伙子 好好干啊 对了老刘 后天外宾要去古代衙门参观 你去通知一下吧 顺便拍点照片回来 我们做宣传男药用 我不去 学会 我说你谈谈一个文化干部 怎么那么迷信啊你 哎呀 这块长啊 我没有文化 您也有文化 那你怎么不去 我 是什么地方 怎么你们都不愿意去 来来 小涛 我跟你说啊 这衙门啊 是个古宅 它在外面出名呢 是因为历史 在我们这儿啊 是因为有一个女人啊 特别喜乐 哎 你可别听老刘胡说 胡说 怎么是胡说呢 我说你到底去不去啊你 再不去 一会儿太阳下山了 那可更冷 反正我不去 你 朱科长 要不我去吧 那行 您让老刘把地址给你 你去吧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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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谁啊 燕子姐 你醒了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王女亲的弟弟 我是小超啊 你在说干什么呀 我如果不来的话 你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会被人发现 我怎么了 你不记得了 刚才你被电音了 这个宅子的电路太老化了 农医豆店 刚才我都检查过了 那边你不要再去洗澡了 太危险了 你干什么呀你 我不是故意的 刚才那个情况太危险了 你转过去 我的衣服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是这样的 我现在在文化馆实习 老刘让我过来通知你 说过两天 有花瓶要来参观 让你准备一下 我知道了 你赶紧回去吧 行行行 我还要去接我姐呢 我就走了 你干什么呀 我们这么几年没见 我给你拍个照 做个纪念吧 挺好看的 燕子姐 我先走了 甜蜜蜜 你笑的甜蜜蜜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米姐 别会儿咱们去吃宵夜吧 谢谢 行啊 好 美琪 我仰慕你很久 鲜花陪美女 送给你 你谁呀你 你送什么花儿呀你 干嘛呀 这是我弟弟 弟弟呀 兄弟 吃醋了吧 是你的 你说什么呢 一小子演得真不错 刚才到我们团里来 演小品吧 我弟弟呀 可是城里重点大熟的高材生 回咱们文化馆来实习来了 好 好 哎 弟弟 这个你叫周哥 这是杨哥 你好 周哥 杨哥 你好 你好 那走吧姐 我们回家吧 走吧 米琴 说好了今天晚上一起宵夜的呀 可我弟弟这不回来了吗 你起吧 来来来来 来来一帮两个小子 多吃点 今天我请客 等便吃吧 谢谢 是不是跟你也请客 那可是起也公鸡 谁想拔毛的事情啊 那还不是因为 没娶媳婦嘛 对吗 前存着娶媳婦用的 来来来 弟弟 不初点 他请客 那可是千年等一回的事 算了吧 这小的是有目的的 你以为他在饭腾白痴 你想干嘛呀 毕贤 那种人到底是什么回事啊 是不是他们说得那么像的 说什么了 说他印象太重 跟他亲近过人 都不要倒霉 放屁 那你看我 从小跟他一块长大 你怎么没见我倒霉啊 你跟我说说嘛 你跟他是最好的朋友 哎 你要说呀 这燕子真是个苦命的人 他六岁那年 他们家突然起了一场大火 就在那次 他爸爸妈妈都给烧死了 然后 他就去他舅舅舅妈家住 后来没过多久 他舅舅也得肝癌死了 他舅妈一气之下 就把他赶出去了 然后呢 他就靠着自己的奖学金 把中砖念完了 就到镇上文化馆 当上了解说员 对对对 他第一个男朋友啊 在结婚前就死了 第二个男朋友 为强 也刺杀了 这么傻人呢 这些事情啊 都是意外 哪有这么多意外呀 太奇怪了 你要说这个 我们上学那会儿 说得更玄乎 说他是什么狐仙转世 哎 还说 只要看一眼狐仙的眼睛 那活儿马上就被勾走了 对对对 我听说如果看了胡仙洗澡 命都没了 小子 你怎么了 该不是你偷看人家洗澡吧 还没有 我说你多不无聊啊 好好好 这样 我们听说正题怎么样 你什么时候有空 把那种猿介绍给我认识一下 我就不信那个鞋 那这事啊 就得看我心情 姐 来 都吃点啊 姐 今天 我也八卦一下啊 你怎么 还是一个人呢 怎么啊 多喝两杯啤酒 打就大了 管你姐了 我不是管你 我只觉得 你一个人 觉得什么呀 怕姐以后拖累你 我不是这个意思 哎呀 你怎么老是这样想的 对了 我今天去古宅衙门 我见到燕子姐了 你去那干什么呀 我站上有个通知 他们都不敢去 所以我就去了 那这事不行 我得找老刘说说 别什么事情 都让你这个小毛手去 不是 姐 你这帮我 还是毁我呢 我 你怎么了 他把我的衣服发抖了 好了好了 别哭了 先把我的衣服穿上带出去 光临 快点扯平了 欢迎光临 你没看 你看这东西多好看啊 院长 你看这个好不好看 那咱们买两个 我们俩一人一个 行吗 老板 这个多少钱 密琴 你给你自己买吧 我不要 这多好看啊 姑娘 你可来了 别忘了 上次你给一个小伙子过来 看见一个花图 用这个 特别喜欢 可是没有了 后来那小伙子 特意过来拿钱 叫我重订了一个 说是要过生日了 这个好看 这个好看 这个 老板 这个多少钱 不好意思 这个不行 梁已经定了 马上叫来了 只有一个 你可以看看其他的吧 其他的我不喜欢 如果你想要 我可以叫人到广州 去给你定一个 不过时间得长一点 那好行 不用了 算了 算了 咱们走吧 谢谢老板 慢慢走 结果最近邮局出了点问题 给我发出了地方 这东西到我这儿 来回折腾了几个月 你没见他来了 这小伙子人啊 电话也打不通 你也见不着 给他说一次 哎 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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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琦你别管我 你回去吧 我不管你 谁管你啊 李琦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去吃当鞭 他做出那样的狮子 他没说得到对 我就是个灾心 是我害了他 胡说八道 每个人用每个人自己的命 那总不能出点事情去赖别人吧 那你看我 咱们俩总算在一起长大的 怎么好好的呀 对了 下个星期 我们团体活动 要不你来看看 你不许来啊 你要不来的话 我就去宅子里面 抓你 因为受不了外人的传言的压力 和汪伟强家人的反对 钟燕最终决定啊 跟这个汪伟强 忍痛分手 鸳鸯各东西 但是万万没想到 刚刚提出分手 汪伟强意外的在镇上的池塘里 溺水深麻 这个事情让钟燕难以接受 而且对事情加剧了钟燕 和汪伟强父母之间的矛盾 更重要的是 这事一传开 镇上一时间 看到这个女人走得远远了 大家生怕搭上信 但是王小超呢 在工作当中 跟钟燕有一些个接触 对钟燕产生的一种异样的感情 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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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你哥的手机是不是在你那儿啊 能不能给我 我凭什么给你啊 那里面有我们很多照片 我想拿回来 你想的没 不是遇见你 可也不会是 扫把心 你现在还想要回照片 燕子姐 你哥 是不是叫王伟强 是 我哥就是遇见他 就是他把我哥害死的 扫把心 你自己玩了 快有事要先走 快有事要先走 可是我 我不敢给你提出分手 我 微强你怪我吧 我好想你啊 我好想你啊 我都放下了 我不想你啊 我都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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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放下 你不要想不开啊 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你不要去死啊 残葛死跟你没关系 你不要提那些骨头八道 你放开我 我不怕 我不怕你可以死 谁说我要死啊 不干净的 你要往下跳 我爸去哪儿跳了 我刚才明明马上就可以见到了 你这么一脑现在不见了 燕子姐 燕子姐 今天不好意思 我误会你了 没关系 我都习惯了 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是站在你这边的 我才不信什么乱七八糟的 勾魂的 担心之类的 行了 别说了 燕子姐 以后你要是不高兴的话 你要跟我说 我帮你 你帮我 怎么帮 我可以让你开心啊 我 我能拍 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我 我还会弹吉他 我会唱歌 我会跳舞 反正只要你开心 我干什么都行 行了 你就是一个小孩 赶紧回去吧 我不是小孩了 我大学都快毕业了 你再不回去 你姐该担心了 燕子姐 你是不是 想要强哥照片啊 我可以帮你要 不用了 你说这米 你自己留着吃就行了 更乖好的还拿过来 不用了 上次你说好吃 我就专门给你送过来 我给你送过来 我给你拿一盏 谢谢啊 姐 周哥 燕 我这不给你也摊点米 那留下吃个便饭吧 不用不用了 我把米送完就走 你给我这行 不用这么麻烦 来给我啊 那 那我先走了 快走 慢点啊 姐 她是不是喜欢你啊 说什么呀 人家可比我小 现在不是流行这个吗 流行什么呀 跟男人都是长大的孩子 找个比自己小的 那不活受罪吗 你是谁说的男人 是长不大的孩子啊 我就喜欢比我大 什么 没什么 明天晚上 你姐有个演出 就去看 那把燕子也叫这一路吧 好啊 各位乡亲父老大家好 欢迎大家如约而至 来观看我们艺术团的 表演 好 下面呢 我要为大家带来一首 邓丽君的老歌 小城故事 我给你介绍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 王丽君 哎呦 哎呦 姐 这是我男朋友 汪伟强 我们马上交结婚了 怎么都没听你说过呀 主要是我们俩发展得太快了 他也是才像我结婚的 你瞧你这样子 恭喜啊 干脆 留下来看我演出啊 马上开始了 那必须的啊 那行行行 给你小哥 我给你做吧 好 去 燕子姐 燕子姐 嗯 我也唱得挺不错的吧 你介绍她看 季晴 我们一会儿去吃香叶吧 算了吧 你看我这儿还得换衣服什么的 还得弄一顿的 你们先去吧 穿我的 妈 他们告诉我 你跟这个女人在一起 我还不相信呢 果然 你们在一起 嫂 你跟谁好东西 好就不行 为什么呀 你们知道她害死了多少人 想她这种秘密 就不能嫁人 行了妈 没说什么呀 瞧你 我告诉你 我要是跟你个人一起婚 你 你从我关心上踩过去 你看我说一说 小银不是站不坐 哟 你在这儿呀 我到处找你 你谁呀 我 我是王梨的同事 是我叫她约你出来 开演出的 你约我干什么呀 我就想认识你 你干什么呀 想看你 吃个香叶吧 不用了 干什么呀 谁不是你呀 咱朋友都换了好茶啊 你 放手 你懂了 干什么 你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你他妈 老师棒极什么了 开了奇迹你 就她这样的白虎心 只要男人看到她 都他妈的美好结果 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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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我干什么呀 你当谁呀 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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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装眼男朋友 我叫你开口 我会不会死 装眼 回来 我姐你别拉住 不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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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你干什么呀 我帮着你去 姐你干什么呀 我帮着你去 姐你干什么呀 姐你干什么呀 走这么快不说话了 我告诉你 你打我干什么呀 我就打你 我打你这个忘恩负义 不知好点的东西 我干什么 我怎么就忘恩负义了 我想你这么多年 够你吃 够你喝 够你上大学 你居然当成这么多人呢 连说那种胡话 胡说什么胡话了 你说你是周亮的男朋友 那块要人我还要脸呢 那是因为我这帮这帮男的 欺负一个女的 那关你什么事啊 师姐 这一路一来都是你帮着燕子姐的 为什么我就不能帮呢 因为你是我弟弟 对啊 就是因为我是你的弟弟 所以我才帮她 这也有错吧 你咋 就是以后 就是再跟周亮来往 凭什么呀 因为我是你姐 你得听我的 你怎么就不讲道理呢 现象诡异 哪里 还藏有真相 这眼睛的眼睛 活儿马上就被勾走了 眼盲 还是心 无知 成为无畏者的魔杖 那是跟着胡来 跟着拒绝的空权 无法栏目剧系列剧 武镇齐凡 世上本无鬼 谁人似要知 钟燕没想到 王立琴也没想到 这弟弟 居然对钟燕产生了情感 而且为跑护钟燕 大打出手 说钟燕是我女朋友 这个时候王立琴的情绪 就变得很激动 回家之后 动手打了弟弟 而且警告他 跟钟燕不许再有来往 这一切就让王小涛觉得 完全不能理解 既然姐姐跟钟燕 关系那么好 对于所谓钟燕的那些个 谣传不姓绅士 都不在乎 他为什么 反过头来 叫对我自己 大打出手呢 而钟燕面对镇上的人的 一些个看法 一些个说法 他装作没听见 没看见 莫不作声 为什么 直到有一天 王小涛的一个偶然的发现 这才彻底激发了 年轻人的好奇心 你怎么 别说了 你别说了 你别说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来了 你说话了 你怎么啦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鸭鸭鸭 姐 姐 你怎么了 没事 想跟爸妈了 姐 你是不是对我 没有信心的 没有 怎么会呢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让你过着好日子 行了 睡觉去吧 你也在那儿休息 先睡觉 整座古宅都是木质结构的 是清代的建筑物 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已经翻修以后的效果 不过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重点文化保护单位 听说这儿有间鬼屋 要不你带我们去看看 这就是网上流传的那间鬼屋 这是不是很恐怖啊 有一点点 对了对了 我在网上听说这道路板上就有很多哭声啊 还有那种惨叫的声音 这以前是不是死过很多人啊 而且还是冤死的 其实这些都是网友们杜撞的故事 我就住在旁边的院子里 没事的 哦 下边了 对了 你多照一下啊 对了 钟老师 我们过两天的剧组要在这儿拍这场夜戏 可能到时候要麻烦一下你了 好的没问题 那行 那我先走吧 昨天谁吧 谢谢 燕子姐 昨天不好意思 可能我的做法 有点过激了 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你找我什么事 我就想过来看看 看看你有事没了 燕子姐 昨天你怎么突然就走了呀 那些人这样说你 你为什么都不争辩呢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已经习惯了 再说 他们说的确实也是事实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从小到大 在我身边的人都会离开我 小时候 是我的父母和亲人 后来 就是刘东和伟强 刘东是谁的 我的第一个男朋友 这就是刘东 我姐也在啊 对 我们三个人 上中专的时候 在一所学校 刘东比我们大一个年纪 后来 我们就在一起了 刘东是为了我 才到这个镜上来的 他在一家气球厂打工 这张照片 我好像在家里看过 但是 又觉得有点不太一样 你应该是见过的 这是我们对学校拍的 当时写了三张 我们三个人 一人一张 刘东姐 这个又是谁啊 伟强 我的未婚夫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都会死 为什么他们都要离开我 我真的就是一个在心 是我害了他们 对不起啊 燕子姐 我不敢问你这些 不敢让你向你这些 不开心的事 燕子姐 你不要听那些人瞎说 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这么邪门的事 肯定是有瞎原因 我知道了 你赶紧回去吧 要不然你姐又该担心了 那我先走 再见 喂 第二是我 在哪儿 你刚刚说什么词头 这就是伟强跟我们订的蜜月旅行 我家里有事 没想到回来就这样了 那天伟强很高兴的 他当时就付了定金 那他还有没有说什么 没有啊 我听说 他是自杀的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一个要自杀的人 怎么会宽天洗地的 跑来地蜜月旅行 这是我们在学校拍的 当时写了三张 我们三个人 一人一张 你在干什么 我 我找我那个登记照 那个文化馆 要办出入证 你的登记照 怎么不像我这儿啊 我去给你找啊 旅行社的意外来电 让这时的钟晏知道 原来汪伟强之前 还曾经去旅行社 定过一份 未来两个人的蜜月旅行 从我和旅行社的工作人员的聊天 一些个疑团渐渐地 声发出了 在钟晏的脑海里 汪伟强意外身亡的 真正原因 真的是逆时而亡 另外 钟晏对王小涛 悄然打开心扉 诉说往事 在看到钟晏拿给他的 三个人的照片之后 王小涛想起 似乎自己家里见过姐姐 也有一张这样的照片 一闪而过的念 让他开始怀疑 照片的背后 一定有秘词 王伟强是怎么死的 这个故事的背后 还会有什么样的隐情呢 你就是知道了 这钟晏拿 最近又找了个男朋友 这个外科医生啊 迟着了 出事了 我还想保证命 在那里扫把兄在一起 我毕竟都没了 晏得姐 我不敢别人说什么 我真的爱你 我真的喜欢你 你放开我 叶子姐的第一个男朋友 是怎么死的 白痴靠近钟晏拿的 都没有好下车 我姐和王伟强 为什么会在一起 难道他们之前认识 强哥是自杀的 那刘东呢 以前有个李公娘 在那里天天走 对吧 正平方向 还有个智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我是王小蕾 明天见 这一天就没了 唐一大富旺 这一天都在要